台湾吸毒问题相当严重 在6万名监狱受刑人当中 就有一半是毒品犯 但是把毒犯关进监牢有用吗 根据法务部统计 六成的毒犯出狱之后 5年之内还会再回笼 研究也发现 女性其实比男性更难戒除毒品或药引 就在2016年7月 嘉义县有了台湾第一座官方设立的 女性药引者中途之家 他们舍弃乐界管束的做法 改用资商辅导团体互助的方式 从心理层面来借除药引 然而半年过去了 这座名为蜕变议员的中途之家 却因为经费匮乏 恐怕将要吹起西登号 如此一来 目前在中途之家的药引更生人 该何去何从呢 民事一言堂 新鸦片战争系列报道 首先就要透过这些 女性药引者的字述 带您了解 他们在独海浮沉的心路历程 我叫小恩 我今年十八岁 我曾经吸毒 这是我住在这里的第七十五天 也是我戒毒第212天 其实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怎么坚持下去 因为正面方向就是走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一个礼拜去买一次菜 一个礼拜就是固定礼拜二去买菜 我跟社工老师去逛菜市场就有像一种妈妈陪女的感觉 要买玉米了老师 要你想吃吗 没有 要煮汤的 汤怎么卖 这个大只的五十一百 剩四十的话 三只一只不止的 谢谢来吃吃看 它不用煮太久的 它直接可以吃 特别问价钱就是因为要计算 计算我们一餐就是的活食费 像上次去买番茄一斤就九十五块 这个就太贵了 我们就没有买 他也会问我 问我说这样会不会太贵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你可以去比价 你可以一家一家透过去比价 然后去看他的菜 然后再去学习 然后你再去思考 五个香菇十个原味 五个香菇五个原味十分 你觉得OK 好 就像今天跟我出去的小吃 就是跟我一样 以前吸毒 断青菜要买吗 然后来这边 杏鲍菇更丁更丁 这个叫杏鲍菇 那这个叫什么 白金铃 小菇 白金铃小菇在那边 小菇 这是什么 老板们也会去好奇说 为什么你们是哪里出来的 其实这些孩子也很可爱 他并不会特意去隐藏 他会直接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住在中途之家 有一个卖香菇的阿伯嘛 那他就之前是卖火龙果 他就会说 那你们里面有几个人 我就送你们香菇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们慢慢就是 学习去跟一些摊贩的互动 那他们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坐在这边 好 谢谢 85 我要我也是 谢谢 做好了 нее的可爱 对 可以啊 谢谢 来f 谢谢 在四年級開始抽菸 就是在四年級 五年級那一年 對啊 我就覺得家裡很不溫暖 我就開始翹家 逃雪之類的 六年級就是一直交到壞朋友 然後就染上了毒品 那時候都是拉K用拉的 然後再來吃藥偷完 國三那一年又開始碰上毒品 就是遇到朋友啊 朋友跟我說 最近很流行的咖啡包 就是外面賣的那種三合一咖啡有沒有 然後那個毒飯他會給它剪開 剪開然後藏毒品在裡面 然後再用那個封口機給它封起來 啊 就可以賣啊 一包可以賣很貴耶 又七百應該 那時候我都在打工啊 然後就會拿那個上班的錢去買毒 可是每次喝完咖啡啊 退掉之後 就會很後悔嘛 那些東西 因為沒錢了 十六歲那一年 升高一 然後我讀半學期學一學 我那時候又跟一個朋友聯絡起來 然後他是藥頭 遇見他我就開始上班也不正常了 因為就開始一直在碰藥 就跟他一起賣毒為生 可是那時候我吃藥吃得太狂而散了 就是我都覺得走到哪裡都有人要害我 有被害怕想證吧 對啊 有人群恐懼症啦應該是這麼說 反正就 就人多的地方我都很不安全很不安心 就走到哪裡就覺得 是不是有警察要抓我還是什麼的 就很害怕很害怕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是因為 我在保護館的時候期間 然後一直被保護館醃料驗到 連續兩次 保護館就跟我說 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 一條就是這裡 然後第二條就是港畫院 就是張少甫 我當初來這邊是不得已啦 一直抱著狠 就是覺得事情就沒有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們要感覺這事情 就是很嚴重很嚴重很嚴重 就只是吃個毒而已 在這邊有照顧一直搞的叫做多多 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時候 是在冥省收容所 他用一個很無辜的眼神看著我 在收容所就像我們在紹光所一樣 就是光在裡面啊 然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被救出來的吧 就會去想像那個畫面 我覺得很痛苦 從小的時候 爸爸吧 因為就是他都會酗酒 他有酗酒習慣 所以在我很小的時候 他只要不開心還是什麼 他就會動手打我 然後像我是左撇子 爸爸就覺得左撇子的人不好 他就一直把我就是 轉回來右撇子 然後我就不會用二手鞋子啊 他就狂打我狂打我 然後媽媽一直站在玻璃外面 然後一直掉眼淚一直看我 可是他救不了我 我最慘跟多多說 你要乖乖喔 要聽話 為什麼會這樣子跟他說 就是因為印象 小時候爸爸也會這樣跟我講 不乖就是打我啊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功能乖 好 繞一圈 然後從這裡順時鐘 順時鐘 順時鐘 我們就睜開眼睛 那我們就選一樣來看 你今天最想問的問題是什麼 每個禮拜二的下午是團體課 然後它是正念課程 就是團體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行為了 那這是什麼要問一下嗎 你會覺得你想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改變吧 改變 來這裡我想要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想問的是 怎麼堅持 來探索 探索 是這個嗎 OK 一開始我剛來他們只講這些 什麼探索自己啊 內在思考什麼 其實我聽不懂 會不會啊 真的聽不懂 住了一個多月後 才知道說 我慢慢理解他們叔叔的 那個義行在哪裡 找一個你喜歡的夥伴 然後跟他在一起 好 然後就是 把那個繩子套起來 這是一個問題解決的活動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 就是你們兩個要分開 但是 不要去破壞你的繩結 然後你手上的圈圈 不要離開你的手 這有辦法嗎 你們試看看啊 怎麼樣 通常的好 他們要我們探索就是花時間 在探索上面 像我們 之前小時候 然後一路走來過程中 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們今天變成這樣子 看見我們一點點改變 他們就會很感動 很開心 這三個月裡面 你跟家人的關係 有一點改變嗎 來這個地方 我改變的就是跟家人的互斷吧 那時候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沒做錯事 只是洗毒而已 那時候心態是這樣子強 所以當下我看媽媽哭 我也不覺得怎樣 之前聊的感情 像我剛來的時候 然後我打一通電話給她 我明明就是想她 可是我嘴巴說出來的話 就是很硬 就是很兇 掛了電話 我自己在那邊生悶氣 然後在那邊自己哭 然後被主任看到 然後他們其實情緒就出來了 就說 沒有想要跟他們爭吵啊 可是她就這樣啊 然後就說 這就是我們的互動習慣 那講講講講 講沒幾句會怎麼爭吵 我就只問她說 你覺得這樣講話有功能嗎 你講話的原因是 你跟你媽媽講電話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談說 你覺得吵比較有用還是 把你的情緒把你的感受 講出來比較有用 過了不知道幾個小時 我又打一通電話 然後我就說 媽媽其實我只是想要你來看我啊 我就哭了啊 然後她就哭了 然後她就來了 在關的時候媽媽就有寫信給我啊 我相信大家都幫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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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得 無論這條路有多難走 我一定陪你 這條路有多難走 我一定陪你 愛你的媽媽 應該說這一路上的陪伴 都是自責 要不然我不用陪你們辛苦 她來來回回 法院不知道走了多少回 但是每一趟的法院 我幾乎都有陪同到 然後我希望我這樣的陪同形成 能讓她體會說 我其實沒有放棄她 總希望她 能夠有一天她來跟我講 她真的沒碰的那一天 是真的沒有的 這只是好 哈哈哈哈 對啊 她一直沒化妝 我剛剛來電話 真的 能不能吃你了 她能夠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不需要我 現在還會煮菜 也會買菜 我覺得這都很棒 讓我覺得這個孩子 總變了很多很多 也讓我覺得 議員或許可以讓這些 碰獨的孩子 有一條生命 賺的赤字 其實我們現在大概就已經 就是大概這個月的那個 其實到現在應該已經算透支了 如果真的做不下去了 我們可能就得要把他們轉接回 他們原本的法院 然後可能他們面臨到的 可能就是回到少官所 或者是少年感化院 對他們來講可能就是 就會是一個衝擊 在這裡 在這裡 都會有一個小便 都會不會 有一個小便 在這裡 是一個小便